公元215年 曹操趁刘备和孙权在荆州护侃的时候 拿下了汉中 并命令大将张和到巴西郡搞拆迁 把那里的百姓迁往汉中 刘备听说以后 赶紧对孙权割地求和回到了江州 骗将军黄泉向刘备进言 失去汉中就跟割了鼠地的大腿一样 不能不管 于是刘备命令张飞率领一万多人进攻张和 双方大战50多天 张飞狂追张和500里 从荡区一直打到了挖口关 由于挖口关地势险要 所以张飞猛攻了几天也没能前进一步 但张飞的脑胯子那是相当的灵活 他马上派人跑到山中找到了一条小路 亲自率军绕到了张和的身后 猛砍操军的后脑勺 张和赶紧掉头与张飞熬战 但被张飞打得大半 为了逃命 张和不得不放弃战马 和十几个部下窜到了山林之中 从小道逃回了汉中 此战之后 曹操就回到了夜城 刘备回到了成都 两年之内没有再战 217年中 法政又劝说刘备 拿下汉中 尚可以统一天下 中可以蚕食雍州两州 下可以占据闲耀 与曹操长期对峙 如今经过两年积累 咱们是兵精两足 下后援张和 根本不是您的对手 咱得赶紧揍他们去 大家都知道 刘备和法政的关系 那真的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所以刘备马上就批准了 法政的方案 于218年初 领诸葛亮留守成都 亲率张飞赵云 马超黄中等人 向汉中杀了过去 到达百水关后 刘备先让张飞 马超乌兰等人 前去进攻五都 下边河池三地 以截断齐山道和陈仓道 阻止曹操的援军 一开始非常顺利 马超很快策反了 低族七步的一万多人 拉下五都 五篮又三下五戳 占领了下边 曹操听说以后 机灵弟弟曹洪挂帅 侄子曹修为七都位 前去支援汉中 临行之前 曹操特别嘱咐曹修 你虽为参军 实为主帅 曹洪得知此令 便把军中事务 全部交给了侄子曹修 曹洪曹修 开到河池之后 张飞引兵同住顾山 忽悠曹军说 要去截断曹军的后路 诸将们全都迟疑不决 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进军 但曹修一眼就看透了 张飞的计策 他对诸将说道 贼兵如果真想截断 我们的两道 就会隐蔽的行动 暗中射服 如今却先虚张声势 必是宜兵之计 我军应该趁敌军 上位在下边集结大军 尽快击破乌兰 一旦乌兰被迫 张飞必会自行退走 曹洪廷把身意为然 立刻率兵蹊进 果然把乌兰打得大败 张飞健壮 只好和马超一起 撤到了五星地区 继续和曹修此刻 就在张飞和曹修大战的时候 218年4月 刘备也率领大军 抵达了杨平关 夏侯元亲自 率军驻守杨平关 抵抗刘备 并命令张和率军 进驻广石 准备通过居水南下 截断刘备的两道 刘备见招拆招 立刻挑选了一万多名精兵 分为十步 在一个身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急攻张和 但张和的战斗力非常彪悍 竟然亲自轮着长枪 带着清兵 和刘备军砍了起来 双方激战多时 刘备军无功而返 就这样 曹刘两军在杨平关 对峙了三个月 刘备也没能前进一步 刘备只好让诸葛亮再次增兵 以至于到了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的地步 当年七月 曹刘将刘备势头越来越猛 开始轻率大军赶往汉中 但是他刚走到洛阳 就听说陆魂地区 一个叫孙郎的人 骑兵返了 他们把陆魂县折腾得残破不堪 又南下投兵了关羽 关羽给了他们一些兵马和钱财 又让其回到了陆魂 继续和曹军打游击 十月 曹刘到达长安 又传来了一条噩号 宛城守将侯英 魏开等人 联合荆珠的关羽又返了 准备里应外合 拿下整个南洋平地 曹操及领驻守 凡城的曹人 前去宛城镇压侯英 如此一来 西边和东边全都干上了 曹操只好待在长安居中观察 也不知道该救谁好 而曹操这一犹豫 就给了刘备可乘之机 219年正月 刘备见杨平官迟迟不能攻破 便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重新修了一条小路 直接绕过杨平官 杀到了定军山 这一下战场局势彻底翻转 刘备开始居高临下 天天往下砸石头 夏侯元急忙把张和叫了回来 在定军山下与刘备对峙 为了防止刘备下山搞突袭 夏侯元又让士兵们在定军山下 修了大量的路角 但是曹军的路角刚刚修成 刘备就让部队趁着夜色 放火烧了东边的路角 夏侯元立刻让张和前去修复 刘备见状 边派重兵猛攻张和 双方大胆几十个回合 张和逐渐不知 于是夏侯元又派了一半的士兵 前去救援张和 刘备微微一笑 又派兵烧了曹英南边的路角 夏侯元听说之后 竟然亲自带领400精兵跑了过去 准备修补路角 而这一幕刚好被山上的法政看到了 法政赶紧劝说刘备 让黄中率领着手下冲下了山去 只见黄中推风必尽 劝率士卒 金骨震天 欢声动骨 便将夏侯元斩于了路角之下 黄中又乘胜追击 直接杀到了曹英 曹军顿时四散而逃 张和逸 司马郭怀等人连夜率领 残兵败将逃到了汗水北岸 并推与张和为代理都督 这才逐渐稳定了形势 此日刘备率军进地汗水 两军再次形成僵持局面 消息传至长安 曹操惊讶不已 而这时曹人刚好平定了晚城之乱 并将晚城百姓屠杀得干干净净 于是 219年4月 曹操快马加鞭冲到了扬平关 刘备臣曹操立足卫伟 清帅大军前去和曹操死客 在曹操根本不派兵应战 只是让士兵们不断的射箭 很快就把刘军给射得七阳八叉 让刘备已经杀红了眼 死活不肯撤军 法政剑撞就走到刘备的前面 要为刘备挡箭 刘备赶紧喊道 孝之必见 法政回道 民工冒着箭与飞尸 何况是我呢 刘备只好下令 让全军撤退到了定军山 过了一段时间 黄中看到汗水北岸 曹军堆集了一大批粮草 就对赵云说道 给我一些兵吧 我可以夺下这些军粮 于是赵云就让黄中领兵 前去袭击曹营 不过到了约定的时间 黄中还没有回来 赵云便带着几十名骑兵 前去接应黄中 但是赵云走到半路 恰巧遇到了曹操派出的大军 经过一番厮杀 赵云才突出了重围 但赵云的部将张柱 却受了伤 还在曹军的包围之中 于是赵云掉拽码头 再一次冲进了曹军之中 左冲右肚肆意砍杀 终于将张柱救了出来 随后 曹军追着赵云等人 一直赶到了赵云的迎战 绵羊掌张义 看到曹军杀到 便要闭门聚首 但赵云却站在大营门口 下令打开营门 严其息骨 曹军看到赵云背后 空空如也 却如此大胆 怀疑赵云射有扶兵 便心中发毛 开始向后退去 赵云冷笑一声 命令士兵一边铭记战鼓 一边万怒齐发 不一会就把曹军射成了刺猬 曹军惊慌失措 向后狂奔 自相践踏 死了一批 过汗水时 又被淹死了一大批 此日 刘备亲自赶到赵云的兵营 竖起大拇指散叹道 子龙一身都是胆解 接下来一个月里 曹操又率军攻打了几次 静静山 但始终没能攻下 而且还伤亡不少 这时曹军的粮草也出现了问题 甚至不少士兵开始逃亡 曹操深感大势一去 便以鸡肋二字 为军中的口令 下属们听说后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只有主部杨修 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别人奇怪的问他 怎么知道要出发了 杨修说 鸡肋这种东西 不吃扔了可惜 可吃起来又没有什么可吃的 这是指的汉中 所以知道大王要回军了 五月曹操果然如阳修所料 引兵退出汉中 刘备趁势拿下汉中全境 两个月后 自封为汉中王 十二年前 诸葛亮在龙中队所说的 快有精益 保其前子 终于全部实现 刘备的势力和名望 至此达到了顶峰 汉室复兴似乎已经在向刘备招手 因为当年的刘邦 就是从汉中出发 夺取的天下 但是天不佑汉 仅仅过了一年 就发生了意外